來了沒?帥! 本分局新工作警員於5月17日接獲民眾報案 有人持棍棒於榮光一路追逐一名女子 警方立即趕赴現場 發現該名男子情緒激動 用安全帽砸向自己及路旁的汽車 員警立即安撫男子的情緒 並利用現場的機車作為掩護 保持適當安全警戒距離 同時並呼叫線上巡邏警力道場支援 在這過程中該名男子用手推擠 並意圖攻擊員警 造成警員手部錯拉傷 警方會立即壓制逮捕 全案依妨礙公務移送台灣新竹地方檢察署偵辦 全案依妨礙公務移送 全案依妨礙公務移送台灣新竹 全案依妨礙公務移送台灣新竹